夜狼自大 夜狼很小 他们散住在山中林间 其中有一只名为夜狼的部落 就算是很大的了 夜狼部落有个首领名叫多同 在他眼里 夜狼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了 一天 他骑着马带着随从出外巡游 他们来到一片平坦的土地上 多同扬起着边指着前方说 你们看 这一往无边的疆土都是我的 有哪一国能比他大呀 跟随一旁的普从连忙献媚的说 戴王您说的太对了 天下还有哪一国比夜狼更大呀 多同心里沾沾自省 他们又来到一大便高山前 多同扬起头看着巍峨的高山说 天下还能找得到比这更高的山吗 随从连忙硬核的说 当然找不到 天下哪有比夜狼的山更高的山呢 没有 我看是没有 肯定没有 后来他们来到一条江边 多同跳下马 指着滔滔的江水说 你们看 这是世界上最长最大的河了 随从们没有一个不同意的都齐声说 那是肯定的 那是肯定的 我们的夜狼啊 是天下最大的国家了 啊 大伙说是不是 是啊是啊 谁说不是呢 这次出游以后 夜狼国的人更加自大起来 汉五帝时 五帝派使者出使印度 经过夜狼国 夜狼的首领多同 从没去过中原 根本不知道中原是怎么回事 于是他派人将汉朝使者 请进部落帐中 多同问汉朝使者说 你们汉朝和夜狼相比 哪个大邪啊 汉朝的使者听了多同的问话 不禁 哈哈哈哈 大笑起来 他回答说 夜狼和汉是完全不能相比的 汉朝的周郡就有好几十个 而夜狼的全部地盘 还抵不上汉朝的一个郡的地盘 你看 哪一个大呀 多同一听 不禁目瞪口呆 满脸心灰 生活中也是这样 见识越广的人 越懂得谦虚 而见识越短浅的人 反而越忙碌自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